只要你看新闻 不管是在哪里 相信都会看到华为的身影 一个公司硬钢整个世界的大公司 其领导人任正非的危机公关 和未雨绸缪令人佩服 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这位领导人的成长历程 任正非出生于贵州省的 一个苗族自治县 父母都是教育工作者 任正非兄妹七人 她是老大 家中孩子多 收入少 生活十分辛苦 任正非大学毕业了 还没有女朋友 当时有人看到了 便给她介绍了第一任妻子孟军 而她自嘲说 孟军当时能够看上她 她很不理解 因为当时的孟军 就好像是天上的白天鹅 而她只是地上的癞蛤蟆 那时候的她根本什么都没有 除了学习好之外 并无一技之长 甚至就连家境 也是只是一般般 1983年 任正非39岁 刚刚从部队转业到深圳 在第一任妻子孟军的支持下 任正非当上了深圳南海石油集团 下属的一家电子公司的经理 多年来在部队打拼了她 为人朴实厚道 对商场上的尔虞我诈 勾心斗角似乎一窍不通 1987年 在一次深圳南海石油集团的 对外交易中 由于任正非的决策收入 公司被骗了200万 南海石油集团领导层 面对巨大亏损 沙发果断 他们做的第一步 就是确定第一责任的人 任正非 然后是开除她 这下任正非不仅丢了饭碗 还将面临百万的责任负债 看着家中的父母 弟弟妹妹犯了仇 由于没了生活来源 任家的七口人 已经不得不挤进 一个窝棚里居住 这是任正非把唯一的希望 放在了当时 还在南海石油集团 高管的妻子身上 希望她可以帮自己 搬回一城 我不担心 妻子在这场风波之后 果断地与任正非 划清了界限 要求离婚 一番挽回无果后 被事业与婚姻双重放逐的任正非 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 这一年 任正非 44岁 远在贵州的父母 怕她压力大出世 不远千里赶到深圳 任正非只好带着父母和弟弟妹妹 住进了简陋的棚屋里 人到中年的人正非 似乎被逼上了一条局路 破复成舟 背水一战 成了她唯一的选择 44岁 任正非不但老了 而且被开除 被离婚 从部队转业干部到国企高管 最后几乎成了顾家寡人 1987年 跌入孤底的任正非 还是选择重新站起来 用向亲戚朋友们借来的 24万元 作为启动资金 注册了一家 名为华为的新公司 寓意中华有为 出庄的华为艰苦一场 生产车间 库房 厨房 卧室 十几张床 挨着墙排开 床不够 就用泡沫板当床垫代替 1992年 任正非力拍众议 华为开始做成功交换机 并孤注一掷的 将全部资金投了进去 当时他站在五楼 会议室的窗边 对其他人说 这次研发如果失败了 你们还可以另谋生路 而我只能从楼上跳下去了 好在那一年 命运之神 眷顾了任正非 华为研发成功 当年产制达1.2亿元 利润过千万 1997年 华为跨出了国际化的第一步 进军俄罗斯市场 当时中国的产品 在国外竞争力很弱 华为经历了一场 艰难的跨国之旅 但最终华为 扩大国际化版图 打下了基础 2000年 华为的销售额达到220亿 利润29亿 位居中国电子摆墙企业帮手 在一年 任正非被美国福布斯杂志 评为中国50富豪第三位 个人财富不止5亿美元 在所有人都认为 任正非领导着华为 朝着最好的方向发展时 坏消息却纷尺塌来 一度把华为推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2000年 心腹李一南 离开华为创立港湾科技 直接从华为挖核心人员 研发自己的产品 一度发展到和华为巧生意 变时 华为内外交困 处在毕临崩溃的边缘 甚至公司很多人都效仿港湾 运用华为的技术 模拟华为的运作 蚕试华为的市场 2001年1月8日 任正非母亲在昆明买菜时遭遇车祸 当时任正非正跟随国家领导人 在伊朗访问 等任正非赶回昆明时 母亲已经去世 2003年1月24日 通讯巨头斯科 在德克萨斯州联邦法院 对华为提起专利诉讼 指控华为的原代码 侵犯了斯科的知识产权 欧美市场很多客户 都暂停了与华为的合作 爱将背叛 母亲去世 国内市场被港湾抢时 国外市场遭遇思考诉讼 核心骨干流失 公司管理失去 IT泡沫破灭 致命危机接踵而至 任正非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 却依旧感染到 无力控制公司滑向崩溃的边缘 这个从小在农村支付长大 又在部队追恋多年 外人眼里坚强如铁的男人 在半年时间里 梦醒时常常痛苦 不久之后 任正非患上了抑郁症 身体得了多种疾病 可因癌症动了两次手术 有评论称 他是极具性格冲突的人 顺风顺水时 充满了危机意识 身陷绝境之后 又表现出无可救药的乐感 在医生的帮助下 任正非的抑郁症 最终得以康复 华为也迎来了一场 绝地大反击 面对思考的咄咄逼人 任正非做出指示 敢打才能合 小输就是赢 华为很快组建了 由数位副总裁领监 多名专家参加的应速团队 赶赴美国 一边积极与美国政府保持沟通 一边在公关公司的帮助下 与财富 华尔街日报等媒体进行交流 让美国媒体认识到真正的华为 在华为的不懈努力下 一边导质疑华为的美国媒体中 开始出现不同的声音 是2003年5月 美国媒体对华为及官司的 政府报道实现了平衡 2003年10月1日 双方律师对云代码对比工作结束 结论是 华为的产品是健康的 10月2日 思科与华为达成和解 因这场诉讼 华为在国际市场上名声大阵 其产品随后赢得了众多国际客户的信赖 2004年 与思科的诉讼告一段落后 任正非开始出手 与李易南等叛将对决 并在公司成立一个特殊的部门 打港版 不能让港湾赚到钱 更不能让港湾上市 成了打港版的两个最基本的目标 为确保目标实现 华为采取了一系列凶悍的生活 已经使用港湾设备的客户 华为进行回购 并且买一送一 港湾中标的 华为甚至可以白送 即便几百块的小单 华为也不帮我 同时开展反挖人运动 港湾的一个研发部门 被整体挖走 港湾的业务很快陷入停滞状态 为摆脱困境 李易南决定加速上市 但在IPO关键时期 美国证监会收到了大量的匿名读件 指责港湾进行数据造假 港湾上市梦碎 2005年9月 港湾法务部 说到华为公司的律师函 华为表示 因为港湾侵权了其知识产权 将对港湾提起诉讼 港湾一度寻求国际买家收购自己 摩托拉拉 北电网络 西门子都曾表示有兴趣 但最终都因 华为与港湾存在的知识产权纠纷 而宣布放弃 2006年6月6日 走投五路的港湾网络 宣布与华为合并 李易南重新回到华为担任副总裁 从内忧外患 身患重病 到奋器反击 越粗越用 任正非只用了短短两年的时间 此后的华为 开始了堪称势不可挡的成长 2010年华为成为全球仅次于爱立信的第二大通信设备制造商 2012年7月 华为又寄身全球第三大智能手机厂商 仅次于三星和苹果 2013年 华为营收超越爱立信 在收入层面 成为全球第一大电信设备供应商 而任正非却选择有意远离聚光灯 带领他的华为低调前行 伴随中国电信历史 华为走过了一季空白 二季跟随 三季参与 四季追赶 五季领先的漫漫长路 如今无论从收入规模还是专利数量 华为是世界电信设备供应商中当之无愧的第一 事实上2007年以来 美国对华为的围猎就没有停止过 2007年 华为拟收购美国的3CM公司收阻 2010年 收购摩托勒拉无线网络业务收阻 同年 获得了美国第三大电信议商 Screen的价值50亿美元的下一代 移动通信网络投标资格 它就在投标的关键时刻 美国商务部长突然指点 总统的首席执行官表示关切 华为目送订单落入三星口来 2011年 收购美国SunLife 美国始终对华为严防死守密切关注 2018年4月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提议 禁止将提供给美国小城市和农村地区的补贴 用以购买华为和中兴的设备 2018年12月1日 任正非女儿孟晚舟途径加拿大被拘捕 近年 任正非更多地走向台前 美国的封锁也更加凌厉 面对庞大的中国市场 美国只剩下技术封锁这条路线 同时也是对中国企业的技术进行战略试探 5月16日 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宣布将华为列入 所谓的实体清单 没有美国政府的许可 美国企业不能给华为供货 5月21日 美国又宣布华为禁令推迟90天实施 5月21日上午 任正非回答有关华为的所有热点问题 任正非不回避 当进行两个多小时后 主持人担心任正非累了 想结束采访 但任正非却说 没事 大家有问题继续问 谈到谷歌暂停华为提供服务 任正非说 影响挺大 谷歌是非常好的公司 谷歌在想办法 我们也在想办法 没有人能够体会到 这位谷西之年的老人 如今正承受着怎样的压力 但任正非的客观冷静与从容 让我们没有理由质疑 他将带领华为 渡过难关 杀出重围的决心与信心 任正非坚定地说 过去这些年 我们要感谢美国公司 交汇了我们走路 大量零部件器件提供给我们 现在很多美国公司在帮我们说话 美国企业和华为是顾命运的 美国政治家低估了华为 我们早就准备好了 事实上 对于研发的投入 一直是华为的另外一条合成合 对于备胎的资金投入情况 任正非表示 实在是太多了 我说不清楚 正胎和备胎的预算和人力编制 是一起播给他们的 以前预算分配以正胎为主 现在以备胎为主 华为自己的电视智慧屏OS已经上市 华为的活蒙系统将打通手机电脑 平板电视 汽车 智能穿戴 统一成一个操作系统 值得一提的是 华为的OS还兼容全部安卓应用和所有的外部应用 任正非长期以来秉承的危机意识和身谋远虑 现在的华为年营收超过6000亿 5G技术名跑全球 而任正非也早已成为这个年代最成功的科技交付 任正非是我非常崇拜的一位企业家 多感 不屈 低调 务实 您对华为和任正非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留言评论